一定會 會跟原來的 跟你想法不同 那原來就比較鬆散 肚子餓就想吃嘛 改你的個性 個性轉變 包括食物 包括你的身材 一定會變的 對 安靜拿著 米可白的好處在哪裡 這個名字 米可白這個好處 這個名字以後是做生意的 會賺錢 跟老師說我這個名字 就是失業好 但是沒有桃花 所以我都沒遇到什麼男人 妳說米可白嗎 對 這個名字啊 沒有桃花 沒有桃花 想說算了 沒關係 就失業好 會不會就是做失業 就回去賣餅而已 沒有 他是說 以後會有一些副業 會副業 會做奶奶 因為爸爸是太子 酸太子 這個也會 麥可上身嗎 我們神壇又沒有賺錢 請到麥可傑森上身 麥可 對 好 謝謝麥可 好 謝謝 先帶回去 好不好 來 別想了 再想到說 還有什麼不用補充的 真的 我的菜市場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妳知道最近我們今天 接下來四個裡面 有曾經某一年是台灣的冠軍 她的本名是蔡江南冠軍嗎 好 我們來看這個字 是誰 哪一個人的真實姓名 雅玲 雅玲 我認識陳雅玲 我認識陳雅玲 我認識王雅玲 雅玲好難聽 雅玲有個主播叫雅玲 健身房就一堆雅玲 雅玲 對不對 我跟妳講雅玲 雅玲第一名 第二名是什麼 妳知道嗎 雅玲 雅玲 雅玲也不錯 對 雅玲很多 張雅玲 我們的經紀人 雅玲 雅玲 很多的記者也叫雅玲 雅玲 對 雅玲 雅玲都很多 這個謝雅玲 雅玲 我能夠確定的是 絕對不可能是阿嬌的名字 等一下 我先偷偷問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有提到 雅之輩是比較年輕的 是比較年輕的那一關 雅玲已經算好聽了耶 我覺得就是妳了啦 雅玲叫雅玲 雅玲 雅玲 妳覺得這個名字算好聽 對 真的 所以妳的更慘嗎 我要是叫這個名字的話 我就不會改名了 這個不是妳的 真的嗎 我沒有聽 妳先講一下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一句話來形容它 命格 這個名字 戀情上面就是拿 另外一半每一者被吃虧 蛤 好可聽 什麼我聽不懂 被吃死了就對了 被另一半吃死死了 有好處嗎 沒有講到沒有一個好處 好處就是妳在演藝 妳在事業上面比較好 事業好 這個名字在胖哪裡 胖哪裡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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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胖胖胖胖胖 你不會說話 臭臉胖 沒事了 好 是誰的 是誰 1 2 3 請起立 我以為是Mikki 我以為是Mikki 妳真的以為是我 她以為是妳 我也以為是她 她裝得好好玩 謝雅玲 很多人都覺得我的本名 真的很有氣質 沒有 妳們真的要好好聽 是說跟阿嬌比 對 阿嬌婆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很認識 我也是阿嬌 所以當聽到我的本名的時候 他們覺得 喔 妳本名很有氣質 妳本人也很有氣質 那有沒有人講說這是妳嗎 有人直接這樣說嗎 不會 還好 或者海關講說妳不是阿嬌嗎 對 有 一定有 妳是阿嬌 對 她會說阿嬌 然後就會 因為有一次比較妙的事 就是我拿那個證件給人家看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都戴著默契這樣 通常她過海關應該都是卸妝 對 不會啦 卸妝跟妳卸妝也沒差那麼多好不好 她在走透透 也沒有弄妝眼膜啦 也不上妝的嘛 對 所以那時候我戴眼鏡 她就跟我說是誰 然後我就說是我啊 然後我就把眼鏡拿下來 然後她再問我一次說 我是說謝雅玲是誰 我說 就是我 她說妳不是叫阿嬌 我說那是藝名的賊名字 會叫阿嬌啊 姓阿明嬌也怪啊 妳阿嬌怎麼來的啊 阿嬌是因為那時候 演了一個舞台劇 我們演了一個 像那種國語的那個相聲 然後我演的是台語的 那時候就是我們演的是那種 中南部結婚的一些 喜慶的一些狀況 那裡面我們的名字 就要那種蔡奇啊名字 所以男的 我們那時候是兩個人雙口相聲 男的叫阿炮 那時候他們在想我 對 在想我的名字的時候就覺得 那一定要給妳一個什麼阿 那我很討厭啊 我就說不要用我自己 妳自己覺得自己很時尚嗎 嗯 還OK啊 我私下是這樣覺得 我真的私下是這樣覺得 她自己還是阿嬌啊 對 我自己跟這個名字拔合了很久 而且那時候一週刊第一次寫我 他們跟著我去出了兩天外景之後 他們下標是說阿嬌上身 就他們覺得我私下跟真正的阿嬌 舞台上阿嬌還是有差的 那時候會取阿嬌是因為他們覺得 嗯 我就個性嬌嬌的 所以就把我叫阿嬌 真的 真的 妳個性嬌嬌的 對 因為就有一點死個性 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是真的是這樣 就是會做劇場的人嘛 就會有一點點的那種 對 不要老師 剛剛說這個名字怎麼樣 她個性不會交 妳說她的感情沒有 對 她的感情 感情會被男人吃定啦 不會吧 是她被我吃定吧 不會 妳前一個 妳前一個不行 前一個是 沒有... 那過去了 我先講 我先講 我先講吧 前一個算吧 但是我現在呢 感情之路好 妳真的結婚了嗎 嗯 嗯 嗯 我先講 我先講 前一個算吧 前一個算啊 但算啊 感情之路好 那妳真的結婚了嗎 嗯 嗯 我認為老公的事妳不要管 妳的事老公不要管 各司其職最好 黏在一起都會發生 不是 妳聽她老實說 前面那個離掉了嘛對不對 這個有沒有結 嗯 就... 在我們節目說了吧 乖 結了喔 快點 說了吧 跟薯餅 跟薯餅 妳看我都知道她叫薯餅 妳看 對啊 菁姐非常照顧她 我真的都關心啊 而且她很照顧我們家 每一個人包括我兒子 對啊 真的 有登記了嗎 哇 而且 菁姐 菁姐 上站學習 我們的登記 完全因為這個節目 妳知道上次那個節目之後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 那就私下辦一辦 妳先等一下 小菁姐趕快上微博講一下 她結婚 快上 可是我準備有沒有 公布一下啊 明天那個新聞就會出去了 明天那個新聞就會出去了 真的很快 我們新聞很快就會出去了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的事情啊 登記是什麼時候 就我們那時候上了麻辣那一集之後 然後好多好多人問 一起上的那一集 對...沒有一起上 她人沒到 她就花道跟那個信到 妳看我想到幾皮疙瘩都起來 妳看 我幾集的疙瘩 那一集 然後那個 還有戒指我記得這樣子 我跟你講 全台灣人走到那邊 都在祝福她 真的 天啊 很高興 恭喜 真的是每 每一個人見到我都說 妳一定要幸福這樣子 每一個我認識跟不認識的觀眾 好棒 好幸福 好像 有些話想講 對 她怎麼不是 她怎麼不是 她問她說結婚那樣是代表什麼 老師 我跟你講 我以前很害怕問老師的 但我覺得我現在很幸福 我記得住 幸不幸福在自己認定 別人嚇妳或講妳 妳都不要管 妳自己把握就好 我現在很開心 但是要各司其職 相處之道 夫妻相處之道要當朋友 尊重 所以我們到現在 還可以每一天坐下來 好好喝茶聊天一個鐘頭 妳還可以當婚姻諮詢 妳在這裡排 大家都在處理這件事 老師好多 下半身她都包了 搞不好連泌尿科她都可以講了 真的 泌尿不好 那阿嬌咧 阿嬌跟這個名字咧 哪一個比較好 跟許雅玲咧 謝雅玲 跟雅玲哪一個好 妳很孝順喔 對家裡付出很多 然後呢 演藝會很長 會很長 對 各司其職 夫妻儘量就是坐下來聊天就好了 好 那她可以改名字嗎 改成謝神俠心 我覺得不用啦 謝神啊 謝神啊 老師我那時候有曾經試圖 想要把阿嬌這個藝名 改回我自己的這個本名來當藝名 妳覺得適合嗎 如果妳要改妳要叫什麼嬌 我不要 我不要有嬌 我很喜歡我自己的本名 因為就是我爸爸媽媽給我的 因為我的姓名密碼裡面 妳謝雅玲謝是17 雅玲是24 那妳如果叫謝阿嬌的話 是23 基本上差不多啦 差不多 就是個性狀況 謝阿嬌 謝阿嬌當本名 那我的本名 她可以叫謝嬌吧 謝嬌 謝嬌 妳就看對人家要謝嬌喔 謝嬌 但是 很多都是嬌子 叫自己叫阿或小 我比較想問老師的是說 我這個名字 這個本名跟我的藝名 適合在演藝圈嗎 哪一個比較適合 哪一個比較適合 我比較喜歡妳用妳藝名 阿嬌來做演藝圈 對 這樣子 所以妳建議她改成謝阿嬌嗎 沒有 我沒有建議 還是謝嬌 在我來說 改不改名是每個人自己自主 我不會去建議 所以很多老師說妳名字要改 我跟你講還要賺妳錢 因為她不改就沒有辦法賺妳錢 我不用 妳要改找我 妳不改妳拉倒 那我只問老師一句話我需要改嗎 其實不需要了 謝謝 真的嗎 不需要了 這名字很好了 這名字在感情上面 會出現一個困難以外 孝順啊 工作什麼都OK啊 妳那個困難已經出過了 我已經出過那個算了嗎 算了 水痘啦 水痘啦 OK啦 謝謝 謝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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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是女生喔 再提供給大家 妳知道嗎 現在男生的蔡其他名字 等一名字是怎樣 哇 志明啊 真的耶 真的 志明 真的 志明有140002000人 但是 第二名 妳一定有這個朋友 家豪 有家豪 家豪 家豪很多 是家豪 但是 家豪跟志明差100人而已 就家豪快趕上了 第三名 妳一定認識 誰 詠智 俊傑 好 錢的就一堆了 對不對 林俊傑 對不對 很多 有 Super 蔡其他名字 男生的前三名啦 好不好 好 我們要開現場的了 剩下 現在剩下誰 剩下丫頭 三位 丫頭 宋靜妮跟Vicky 跟宋靜妮 好 我們來看這個是誰 1 2 3 陳怡君 誰名字 你們在我們現場嗎 怡君也很蔡其他名字 沒有 怡君曾經是冠軍 在前兩年怡君 而且 第一名就是陳怡君 真的 就是誇張 不瞞大家說 真的假的 我大嫂就也叫 而且一模一樣 一字不猜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購物台裡面 有個購物專家叫陳怡君 有個購物專家叫陳怡君 一模一樣 以前有個MV導演也叫陳怡君 好多 三個字 三個字完全沒有差的 曾經是第一名過 前兩年榜單出來第一名叫怡君 好多 所以在座三個 有一個叫陳怡君 宋靜妮跟丫頭 我覺得是心靈 宋靜妮叫 陳怡君 怎麼可能 你只有這麼才錢而已嗎 很恐怖 先講一下這個名字好不好 這個名字 認真啦 但是謹慎小心 用人自饒 用人自饒 想太多 那為什麼這家父母這麼多叫陳怡君 其實怡君姓陳 陳怡君 他共同的現象 就是比較會鑽牛角尖 但是念書 工作都很努力 還有共同的缺點就是睡眠會有障礙 脊椎會出問題 只要叫陳怡君的 真的還假的 我只會有問題 講完之後有沒有 再隔幾年有沒有 陳怡君的名字不見了 就可能會你一句話 可能會改掉 數到三自己站起來囉 好 好不好 數到三 現在只有丫頭 送心妮跟Vicky 這三個 對 這是三個 到底誰叫陳怡君 Super菜家苗 1 2 3 陳怡君 你好 我是陳怡君 大嫂 大嫂妳好 Vicky 妳不住加拿大 住美國還加拿大 我住美國 不住美國嗎 而且菁姐妳知道嗎 這次改過的名字喔 妳改成這樣子 為什麼她想不開啊 那妳原本叫什麼 原本是姿婷 赤女的姿 然後婷也是一個女 在一個那個 在一個姿婷 姿婷應該也比較像妳吧 為什麼要改成怡君 為什麼要改怡君 這是妳自己改的嗎 沒有 這個是我爺爺改的 那姿婷 不是出生就叫姿婷了嗎 對 我就一直叫姿婷到 二年級左右 改怡君啊 那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爺爺覺得次女 還有再一個女 再一個婷 太多女了 所以會覺得太女性化 對 所以覺得這樣 可能比較中心一點 會比較剛強 其實不對啦 就是大家都是 不對 每個人認為說女的就會很女性 妳看 不是 女子不是用姿意去看嗎 不對 化湯塞啦 叫美麗的 不一定沒力喔 不沒力 對 叫俊男也不好看 對 對 真的 而且有一堆叫 叫小甜點也不甜啊 對啊 這真的夠理 對啊 那怡君好還是那個姿婷好 姿婷比較好 對啊 為什麼 姿婷會怎麼樣 姿婷會怎麼樣 姿婷就是比較不會焦慮好 身體會比較健康 但是錢財比較敢花而已 有錢花是好事 因為妳有發求錢嗎 有 有 那我是不是應該改回去 要 對 對 姿婷好怪喔 但是姿婷妳不覺得很多人 妳有遇過跟妳同一同性的嗎 好多 我以前有一個宣傳 跟我一模一樣的名字 宣傳 宣傳 有 或者妳知道前一陣子 我說那個台灣人有沒有 在五六年級生 男生很多有姓 叫什麼禁 禁 禁財 禁發啦 禁禁 對 妳知道嗎 所以有一陣子就很多人叫沉浸心 是